龟兔赛跑,小兔子的腿又长又有力,跑起来快极了。 一天,小兔子在河边看见一只乌龟慢慢地爬着, 小兔子就走了过去,骄傲地对它说, 你的腿真短,一定没有我跑得快。 乌龟听了,不服气地说, 那可不一定,咱们比比吧。 他们从小河边出发,终点在山坡上的大树下。 比赛开始了,小兔子首先冲了出去,跑得很快, 可是刚跑了一会儿,小兔子想, 乌龟没有我跑得这么快,我休息一会儿再跑吧。 小兔子就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下躺了下来。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它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乌龟爬呀爬呀,爬呀,爬了半天才爬到小树下, 它看见小兔子睡得正香, 心想,我跑得没有小兔子那么快, 我不能休息。 乌龟擦了擦汗,继续往前爬。 一阵凉风吹了过来,小兔子睡醒了, 它揉了揉眼睛,睁眼一看, 发现乌龟已经到达了终点。 小兔子的腿又长又有力, 跑起来快极了。 一天,小兔子在河边看见一只乌龟慢慢地爬着。 小兔子就走了过去, 骄傲地对它说, 你的腿真短,一定没有我跑得快。 乌龟听了,不服气地说, 那可不一定,咱们比比吧。 它们从小河边出发, 终点在山坡上的大树下。 比赛开始了, 小兔子首先冲了出去, 跑得很快。 可是刚跑了一会儿, 小兔子想, 乌龟没有我跑得这么快, 我休息一会儿再跑吧。 小兔子就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下躺了下来。 阳光照在身上, 暖洋洋的, 它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乌龟爬呀爬呀, 爬了半天才爬到小树下。 它看见小兔子睡得正香, 心想, 我跑得没有小兔子那么快, 我不能休息。 乌龟擦了擦汗, 继续往前爬。 一阵凉风吹了过来, 小兔子睡醒了。 它揉了揉眼睛, 睁眼一看, 发现乌龟已经到达了终点。 骄傲 骄傲 鸡凹骄 骄傲 骄傲 骄, 骄傲 桥, 桥洞 桥, 华桥 骄傲 骄傲 傲 骄傲 骄傲 高傲 在海 rate 每次考试它都得满分, 但它一点也不骄傲。 那个人很骄傲, 总是看不起别人。 福气 , 他们俩 谁也不福气谁。 他的汉语 说得比你好多了, 你不能不福气。 出发 我们从山脚出发 两个小时后就爬到山顶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吧 终点 最后他还是坚持跑到了终点 请问这辆公共汽车的终点到哪里 山坡 坡 坡窝坡 上坡 下坡 山坡 对面的山坡上开满了鲜花 几个孩子在山坡下做游戏 首先 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小芳 小强首先站起来回答问题 冲 冲 吃翁 冲 冲洗 冲浪 冲击 冲刺 冲动 比赛 比赛开始了 大家一起冲向终点 战士们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躺 躺 特昂躺 躺下 躺下 躺椅 宝宝 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 他生病了 躺在床上好几天了 暖洋洋 暖洋洋洋的太阳 照在身上 舒服极了 他几句话 说得我心里 暖洋洋的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他不知不觉地 养成了很多坏习惯 香 他睡得正香 你不要去打扰 今天的饭菜不错 大家都吃得很香 继续 记 记忆记 继续 继承 继 继续 断 断定 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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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 陆续 持续 续 持续 读 读书 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我们继续赶路 该下班了 明天继续工作吧 正 正 知恩 正 阵地 阵风 阵雨 阵容 表演结束后 台下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今天白天下了一阵大雨 凉 这块水晶摸起来很凉 一到秋天 天气慢慢变凉了 柔 柔 日柔柔 柔面 柔搓 他柔了柔眼睛就起床了 他把文件柔成一团扔在了地上 蒸 蒸 知恩 蒸 蒸眼 蒸开 眼睁睁 蒸 蒸眼 蒸 蒸取 蒸 蒸扎 蒸 他蒸开眼睛 看了我一眼 又继续睡了 我困得蒸不开眼睛了 到达 达 得阿达 到达 达标 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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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 远 远近 飞机于下午六点到达北京 当我到达 当我到达那里时 他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老师 对面小山上的风景有没有这边的美 那儿的风景比这儿美 山上长满了绿草和各种颜色的花 蝴蝶 蝴蝶和蝎蝶在花草中间飞来飞去 风景美极了 咱们从这儿出发 比赛爬山好不好 好 咱们到山坡上去捉蝴蝶 老师 可以吗 可以啊 出发以前 大家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男生和女生比赛 看谁爬得快 好 女生是小乌龟队 男生是小白兔队 乌龟没有兔子跑得快 乌龟没有兔子爱睡觉 第一个到终点的是乌龟队 老师 终点在哪儿 终点在山上的那棵大树下 好 龟兔赛跑 现在开始了 水盐寸草心 豹德三春灰 不止下问 龔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官员 他十分好学 为了学到新知识 他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 常常向比他地位低的人 请教问题 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 大家都称孔羽为孔文子 我们在生活 工作和学习中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 有些问题自己不能解决 就应该主动向别人请教 通过向不同的人学习 补充自己的知识 而有的人觉得自己身份高贵 学问很大 用不着请教别人 其实这是犯了骄傲的毛病 是无知的表现 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 有的人因为怕别人笑话 不懂 装懂 还自以为聪明 有的人不懂就问 知道了许多道理 同学们 你们认为怎样做 才算真正聪明呢 望炉山瀑布 唐 李白 日照香炉 生紫烟 遥看瀑布 挂钱穿 飞流直下 三千尺 一世银河 落九天 如如晓 优优独播 的 以 开 禅